下面我们要做的事呢 就是在这个文本框里面 输入任务的内容 然后呢去按一下回车键 这样呢就会去创建一个新的任务模型 并且呢会把这个任务添加到 浏览器的local store里面去存储 同时呢会把这个任务 显示在这个应用的界面上 实现这个功能我们可以这样 先去监听一下用户 在这个文本框里面 按一下按键的那个时间 也就是去判断一下按的按键 是不是这个回车键 如果是的话 就会根据用户的 在这个文本框里面输入的内容 去创建一个新的任务 然后呢就存储这个任务 同时呢会把它 添加到任务的集合里面 往集合里面添加新的模型 会触发一个添加的事件 也就是一个add事件 然后我们可以去监听 这个集合的添加的事件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模型 追加到应用的界面上显示出来 下面我们可以先打开应用的视图 在JS这个目录的下面 views找到appview.js 然后在这个视图里面 我们可以呢先去添加一个 invent这样的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值是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里面 我们可以去指定一下 要监听的dom的事件 还有处理事件 要用到的那个方法 在这里我们要监听的dom事件 是按下按键的那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名字叫做kprice 然后输入一个空格 再去指定一下 在哪一个元素上面 发生的这个事件 这里呢就是new to do 这个id的元素 也就是在页面上的这个 文文框这个元素 这个元素上面有一个new to do 这样的一个id 注意呢这个元素需要包含 在视图的要数性里面才行 在这个元素上面发生了 按键事件以后 我们可以让它去执行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叫它 create on enter 然后呢在这个视图里面 我们再去定义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可以接受一个参数 也就是一个事件的参数 然后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先去测试一下 怎么样去得到用户按下的那个按键 这个按键是在 视件对象里面的 witch这个属性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属性 先输出到控制台上去看一下 用一个console.log 输出的东西就是这个 视件对象里面的witch这个属性 保存一下回到浏览器 刷新打开控制台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文文框里面 输入一点东西 先输入一个小写的字母N 这样呢会触发一个Kpress上的一个DOM 事件 因为在这个元素上面我们监听了这个事件 处理它的方法就是会在控制台上面去输出 按下的那个按键的一个代号 这里呢你会看到按键N的代号是110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输入几个字符 在控制台上呢会显示出对应的一个按键的代号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回车键的代号 按一下回车键 在控制台上呢会显示数字13 那么也就是回车键的代号呢 就是数字13 在下面的视频里我们可以去利用这个按键去做一点事情 按下的视频